继续我们看到上任刚刚满一个星期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他星期三向中国外长王毅表示 日本准备援助中国的酒债沟振灾 两天前刚刚在菲律宾与王毅交锋的河野太郎 被日本内外视为是鸽派 那么他出任外相 这对于中日关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下面为您联系美国基因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 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 戈兰你好 一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这个河野太郎呢 他是怎么样来向王毅表示日本准备 要来援助酒债沟的震灾的 另外大家都很关注就是两天前 王毅跟河野的这个对决 可以说两人言辞上的交锋 王毅说他对河野很失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这是不是表示说中日关系要改善 可能希望不大呢 好的 首先是这个河野太郎 昨天向这个 向这个中国外长王毅发出了这个电邮 可能是电邮啊 他说了三点 第一点就是向那个死难者和家属质疑这个哀悼之意 同时呢向这个受害者呢 表示这个慰问 第二点呢 他就说日本呢已经准备了必要的援助 第三点呢 他就说他在祈祷就是能够尽快的能够尽可能的多救一个人 能够让灾区呢 尽早一天的复兴 那是上个礼拜就正如你刚才说就是 两天前就是河野和这个王毅在菲律宾有过一次这个春舍的交战 那么这个事情呢 当时的这个确实是交锋了啊 可是就是从那个事后外务省公布的他们的会谈的内容来看 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的 比如说像改善共识关系这样的一个共识 还有一些其他的朝鲜问题上合作啊 什么的这种都有的 所以呢具体的情况 没有公开的内容 究竟他们是不是有一定的成果 这也看起来也还是有的啊 那么至于说这个表示失望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王毅做给中国国内看的呢 还是什么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那么在河野太郎这边来说 河野这个人呢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那么他的意识形态和中日关系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呢 没有什么冲突的部分 那么从根本上的中日之间的根本的分歧来看 他很难改善 谁有看都很难改善 比如说在领土问题上 哪一个外向都很难让步的 但是呢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些细节 这些细节呢作为一个外向来讲 他是有权也做得到的 比如说像这次他向中国的慰问这个赠灾的这个情况 那他就做得到而且他反应也很快 那么但是这同时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那么中国方面是不是想配合这个 在这个河野在做外向的这段时间里 能够改善跟日本的关系 这个也看中国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或者他们政治上有没有这么一个需要 那么从今天这个中国到现在为止 没有对河野向中国发出的这个慰问 做出一个 我没看到这方面有做出什么反应来看 我们也很难想象未来有一些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感谢观看